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荒谷局校历史人物类传 我们接着来聊聊 抗战胜利之后所建立的国防部 那么国防部在国共内战中 他的表现欠佳 这是因为国防部在他的运作中 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首先呢 统帅职权难分 国防部取代了军事委员会之后 在法律上 他就成为了国军的最高统帅机构 但是呢 国防部组织法对于军队的统帅权 规定的并不清楚 总统 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 都有很大的权力 但是军事问题到底由谁权权负责 这一直都存在着分歧 关于国军最高统帅权力的分歧 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观点 是最有代表性 立法院认为 首先呢 宪法规定 总统统帅全国陆海空军的规定 这只是象征军队属于国家的意思 并不意味着 总统就要行使实质的统帅权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美国总统 他是美国陆海空军的总统帅 但他并不进行实质的军事指挥 那么第二点呢 国军关于作战的指挥和统帅 直接是经由参谋总长 下达于军队 这有备于以政领军的原则 那么如果战争失利 那么立法院将弹劾谁 第三点呢 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职权 很不容易划分清楚 所以就造成全能不分 因此总统 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 在军事上相互倾养 推卸责任 无法形成统一指挥 这就造成了兵家大计 也正是因为如此 立法院迟迟没有能够通过 国防部组织法 这让国防部始终处于 不合法的状态 那么蒋介石自从北伐战争开始 就是国军的最高统帅 他独揽国军的一切军政大权 在国防部成立之后也是如此 1945年9月30日 委员长世从史撤销 改设国民政府参军处 设上将参军长一人 参军处下设总务局 军务局和典礼局 那军务局的分工 他比原来的侍从史各组 还要细致 这就意味着蒋介石 可以通过军务局 对军队进行直接的控制 1948年 蒋介石当选为总统之后 参军处只属于总统府 办理有关军务事项 蒋介石可以通过参军处 绕过国防部 直接宣布军事命令 指挥军队 国防部建立之后呢 本来是该由参军本部 指挥各地的战士 那么1947年5月之后 随着战局不力 蒋介石就加强了 对军队的控制 先后将参军总长陈诚 和国防部长白崇喜 调到前线指挥作战 而他本人呢 作证中枢 直接指挥 在辽审作战的过程中 为了保持机密 蒋介石曾经亲离东北和华北 面授军机调到部队 他并没有通过国防部第三厅 更多的是 侍从参军 临时传达他的旨意 欢海战役里呢 蒋介石依旧是亲自调动大小部队 而他的部署 仅凭每日一次的观点汇报 根据顾祝彤的会议 国防部为了针对前方作战 每天清晨 都会集合部长 总长 次长 有关的厅处长 在作战地图室开会 而这个会议呢 是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 先是由主管单位报告前一天的战况 最新情报 以及研判共军的企图和可能的行动 再由参加人员伸出自己的意见 最后由蒋介石亲自裁决 然后再电令前方遵照实施 可是战场的形势顺序万变 当蒋介石命令到达前线的时候 情况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蒋介石在后方干预前线指挥 这再一次是兵家大计 蒋介石的这种越级指挥 自然也就引起了国防部和战地指挥官的不满 像国防部长何银钦 在1948年8月2日的政治会议上就说 蒋介石指挥军队未经国防部转型 团长以上的人士不经评审手续 皆由总统决定 所以何银钦说 他不负军事失败的责任 蒋介石对军事的过度干预 就架空了国防部 导入国军指挥系统的混乱 前方作战将领缺乏主动性 权责不明 这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南京国军国防部 这是在美国顾问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可当时美国自己尚未设立国防部 只是有了一些大体的设想 所以美国军事顾问在帮助中国组建国防部的时候 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 由于各军种顾问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各搞各的 最后就导致建立起来的机构设置重叠 矛盾百出 比如说国防部第四厅和联勤总部 都是负责军队补给业务的 陆海空三个总部也同样有补给这个单位 他们之间的职责和权利如何划分很难确定 海军和空军规模较小 各自独成一套补给系统 还容易处理 但是陆军非常庞大 而且派系伶俐 相互猜忌 各方利益又不同 处理起来十分的棘手 像国防部第二厅 虽然主管国内外的三军情报 但在当时 他只能管国内陆军情报 和一部分的防碟反共的工作 与陆军总部的情报业务相似 又属于彼此重叠 按照美国军事顾问的建议 国防部第四厅特别重要 工作也特别繁重 因为补给计划的周密充足与否 直接关系到前线士气的振奋 和战争的成败 但是要实现有成效的工作 就必须了解 中国当时全国工农业生产状况 和动员速度等等 这才能够将三军所需的武器 弹药 粮食 装具 器材等 汇同陆海空军的补给单位 全部计划妥当 再由第四厅以国防部的名义 向政府有关单位接下好生产任务 及所需的数量和时间 联勤总部负责执行第四厅的计划 将所需的物品送交给部队 但是在抗战胜利之后 当时中国全国物资极其匮乏 想要通过第四厅 统一安排很难实现 所以当时较重要的补给业务 像海军空军都是自己直接办理 不必经过第四厅 陆军则是由联勤总部的各属计划好 在各种会议上直接提出 或者说明如何办理 经部长次长决定之后再去执行 第四厅只是知道有此事 根本无法实现计划 更不用说有决定权了 机构设置的混乱和职权不清 就大大降低了国防部的工作效率 最初设立国防部的目的之一 就是想要克服军事委员会 庞大冗杂无效率的弊端 可是国防部设立之后 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立法院曾经屡次提议 经检国防部机构 国防部也的确改组和裁撤了一些 无关紧要的部门 但是重要机构重叠的问题 始终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当时就有有识之士 指出弊端所在 他说 美国官员们企图把西方制度 引进中国的时候 并没有认识到 西方制度对中国并不适用 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适用 进行体制改革的努力 可能被灵活的政治手腕 以及其他因素轻易的抵消 进行体制改革 即使制度本身是很理想的 也很有可能起到削弱那些 美国原想要帮助的集团的作用 南京国防部 这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 组建的一个现代化的军事部门 可是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 发展水平很低 国家经济整体上 远未达到现代化水平 国民意识和国民素质 也和现代化世界相差甚远 所以当然支撑不起 国防部这个现代的军事机构 那么在国军建立之初 军队中的政治部 就是军事主观下的 一个重要的幕僚机构 主要负责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统一军人思想 加强军队的凝聚力 虽然国军自从清党之后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将和日下 但毕竟还保留着 政治部及其整个的运作系统 还是军队组织中的重要一环 可是1946年6月 国防部建立之后 就盲目地仿照伪军体制 撤销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并且设立了新闻局 监察局 民事局 分别行使原来政治部的职能 党部也从国军中撤出 政工人员在军队中的地位 一落千丈 普遍被视为是卖狗皮膏药 可是由于新部门的作用 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旧部门就已经撤销了 而国共内战迫在眉睫 这就造成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削弱 一方面呢 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思想的指导 军队将领 忙忙把军队 视为是自己升官发财的资本 不愿意轻易冒险 因此 必战自保的现象就存在于国共内战 全国各大战场 向孟良顾战役之后 蒋内时就亲自点评说 各级指挥官 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 既罚敌忆同仇之认识 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 做事为敌所致 以致各个击破 使为我军各将领 取辱招获最大的原因 另一方面呢 原来政治部组织民众 配合军事工作的作用也被削弱了 国王部成立之后 只在参谋总长下 设立了一个民事局 来负责组织民众支援前线 民事局的人员编制 远不如原来军委会政治部 当时全国各大战场 国共两方打的是不可开交 如果只在南京设立一个民事局 是根本不可能满足 全国各大战场的需要的 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民心向背 往往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由于解放军比国军 更加重视争取和组织民众 所以才能越战越强 强弱之势很快被扭转 那么国民党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 也开始认识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所以1947年底 把国防部新闻局又改成了政工局 主要负责鼓舞军队的士气 组织民众配合军事行动 可是政工局成立之后 他的工作多数是纸上谈兵 效果不佳 军民关系日益的疏远和淡保 像国军著名将领石绝 在反思辽审战役失败的时候就说过 因为组织战这是对斐战争的根本 民众之争夺战 是组织战之成败关键 必须争夺组织 掌握运用民众才有资格作战 开乱时期 虽有少数地区注意及此 但是并没有普遍化制度化 而且做法也欠深入彻底 所以效果不张 因此始终只能进行点线作战 而拱手将广阔之面 及庞大之人力物力财力 让与匪方 以致经济军事两难持久 由此可见 撤销政治部给国军带来了 不可估量的损失 也间接导致国军输掉了整个内战 尽管抗战之后 国防部的设立 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一次 有意的探索 但是良好的动机 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 国防部设立之后的实际效果 和最初的预想之间 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国民政府设立国防部 原本是要将国共两党军队 统一于民主政府之下 重新整编军队 加强军事力量 这是中华民族 在经历了艰苦抗战之后 准备吸取经验教训 建立现代化国防的愿望 但这种愿望的实现 要在一个相对平稳和缓和的时期 可是国防部的建立 立刻就成为了国军进行内战的工具 这种做法 并不是客观条件所能允许的 美国人帮助设计的国防部 它的目标是一个宪政体制下的国防部 并不是一党专政体制下的国防部 所以国防部设立的目的呢 是要把国共两军统一在民主政府之下 使军队国家化 什么是军队国家化 是指军人服从来自于宪法的权威 自觉地意识到军队是国家的工具 而不受政党或政治势力的支配 只有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或者其他必要的情况下 才根据宪法规定的程序动用军事武装力量 军队国家化是要求军人 他必须普遍认同军事组织和各党派相分离 无论是哪个党派上台执政 军队以及组成军队的军人 只会执行宪法赋予他的功能 但是当时的中国军人是做不到这一点 而之所以中国军人在当时做不到这一点 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基础 像国民意识国民素质 根本就不可能认同这一点 毛泽东所提出的党指挥枪 枪杭杭理出政权 他的优秀之处是在于毛泽东 他认清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基础 知道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 他只会支持枪杭理出政权这个认识 那么从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状况这一点来说 毛泽东的见解是杰出的 但这并不代表着中国的社会现状是先进的 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 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争相仿效的 虽然国民党在军队国家化的召唤下 组建了国防部 但国民政府仍然是一党专政 不仅国防部的主要管理人员 全是国民党的大员 其指挥的国军仍然是国民党的党军 认同的是三民主义 服从的是国民党的领导 所以国防部他实质上 仍然是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一个部门 宪政和军队国家化 在当时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幌子 国防部就沦为了国民党控制军队的一种手段 所以国防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 必然会受到国民党党的领袖蒋介石的干预 也必然会受到国民党腐败因素的侵蚀 国共两党军队也不可能在国防部的领导下 实现统一的整编 国防部虽然名义上 它是一个现代化的军事部门 但是由于中国落后的国情和统帅能力不足 难以让国防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而设立国防部和中国基本国情的脱离 自然就给国军在国共内战中的表现 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讲完1945年的1946年 国军整编所设立的国防部 它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再来说说 有丁德龙参与的 在1947年5月12日爆发的中山陵枯灵事件 那是在1997年5月12日上午10点半 500多名身着整齐军装的国军的将校级军官 来到中山陵前 列成整齐的队伍 进行攻击 当时呢 就推举了他们之中军衔最高的丁德龙主持祭典 那么除了丁德龙 当时出席的 还有黄浦一期的张继鹏 贺千千 张军松 李摩 谢云浩 钟焕泉等人 其余的将校军官呢 各按资历和年龄 依次排列 丁德龙宣读了纪文 然后呢 各军官鱼贯而入 瞻仰陵内孙中山的塑像 之后重新回到唐前的石屏上 几位军官做了悲愤的发言 声讨国防部的军事整编 是要他们的命 让国家的功臣心寒 说到机动处 有位叫做西泽的军官大哭 并且高喊打倒贪官污吏 说完之后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痛的一声晕倒在地 在场的其他军官 想起自己的悲惨遭遇 有个别人呢 就开始抽气 很快哭声蔓延 哭成了一片 那么正在陵远 进行参观的游客 好奇的围观 很多人看到 这些军容整齐的军官们 激起痛哭 都非常的震惊 不知道原因何在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件 就和整编军队中 军官们复原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前面就已经讲到了 在国军整编中 将校军官的去向 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按照蒋介石的初衷呢 将校及军官 都是久经沙场的人才 不能够随意流失 裁裁之后 没有掌握部队的将校军官 应该统一编入军官训练队 在中央陆海空各军种的大学中 进行培训深造 将来等到新的部队 蒸发起来之后 再由这批军官进行编练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 通过统一的训练 重编 大部分杂牌军的军官 或能从此脱离 和他们救主的联系 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人马 如果真的按照 蒋介石的这种构想 执行下去 当然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但当时负责 整编的陈城 把蒋介石的这个指示 给曲解了 他除了把很多杂牌军的部队拆散 把军官们收编起来之外 另一边他也把不隶属于 他军事集团的一批军官 给剥夺了兵权 编入到军官训练队 美其名是说让他们深造 实际上想要趁机清除异己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 当时参谋本部 每天都会发表裁员的公告 很多国民党军官 就像看生死部一样 看不到自己的名字 一阵庆幸 看到自己的名字 如锐冰枯 当时被强行纳入军官训练队 被打入令策 不再为用的军官 多达一千多人 就连当时国军兵议局 中将局长戴高祥 也曾经私下抱怨过 他说 陈总长认为 这些编语的军官 有的年老无用 有的脑筋复杂 一旦有事 不能忠诚的效忠党国 虽然他们也参加过北伐抗战 但终究不是总长一手提拔起来的 因此 除了保定军校的老将 照例退役厨艺之外 即使是黄埔学生 没有特殊表现的 也一律清楚 那么陈成这么做 看上去是大刀阔斧 累累风行 但是 这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当时边入边于退役的 将校级军官很多 国民党在各大城市 相继设立了28个训练队 陈成定的原则就是 校级以下的军官可以量财为用 毕竟他们还年轻 有足够的改造空间 那么上校以上的 大多数跟随旧主 年身日久 有着浓厚的故旧情节 这些人 大都不会再任用 基本上都是打不回家 退役 转业 或者是就地遣散 由此可见 这批将校军官 他们的待遇是相当差 很多人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 只好是拟来顺受 艰苦度日 静待着能够得到一官半职 甚至不少人负债累累 可他们等来的结果 却是分批的退役和厨艺 当时有一位编医军官 叫做张清泉 那么按照整军计划 他在警校受训 可是受训结业之后 他好几个月没有安置工作 生活失去了来源 他年轻的妻子 只能含泪 劝张清泉把他卖掉 用卖身的钱来维持生计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张清泉只好把他的妻子 卖给了一个小商贩 这对夫妇分手的时候 抱头痛哭 十分的凄惨 将官班里呢 还有一个陆军少将 叫做陈天明 抗战的时候 曾经在长沙会战中 立过战功 从部队编医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是费命晚期 家中有五个孩子 大的不过十岁 小的还不满周岁 整日里啼哭 哪里还有钱治病 1947年2月中旬 他趁妻子不在家的时候 吃药自杀身亡 陈天明死后 尸体在家里停房了四天 因为他妻子无力下葬 最后还是将官班 和警政班的同学凑钱 为他买了一口薄皮棺材 才算入土圆 在护灵当天 陈天明的妻子 也带着三个孩子 到了现场 领着这些年幼的孩子们 向叔叔伯伯们 磕头 感谢大家 为死者帮忙 他想到今后无依无靠 不禁悲从中来 仰天痛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